小伙子 木路 是我 我把支票给你拿来了 你没跳楼啦 啊 黎毛露跳楼啦 梅毛露跳楼啦 真是黎木露啊 黎木露跳楼吧 黎木露跳楼啊 喂 谁啊 什么人死了 黎木露小姐自杀了 就是那个刚刚当选三星皇后的大明星 好 我马上过去 在什么地方啊 白岚回大饭店 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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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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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冰夏二十六岁 怎么就这么下不开呀 黎木 黎木 黃露 冰夏 黎木 老陆 老陆 多疼啊 你就是要死 也不能选择这样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 这个事业对你来说 才刚刚开始啊 那 那赶紧送医院呀 那一句 那一句 老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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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长 老陆 老乙 老 scatter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都不管了 你都不管了 我今天在这里 我还真是什么 我没有 我真的给我 我什么 明白了 什么你晚来了 一幕 你是男人 你逼我跑得快 李懵路也可能是你推下楼的 然后你嫁祸于我 来继承我的财产是不是 我告诉你 刘言 我奉人美不是那么好玩的 你还想欺负我吗 还想玩我吗 你想跑啊 我跑什么 我什么都不怕 我只是觉得李懵路死在楼下 住在这里已经很不吉利了 报告局长 死者李懵路 昨天晚上刚刚获得了大上海三西引寇 然后他从他住的12楼酒店掉了下来 脑浆泵裂死亡 但是他的下身也有大量的鲜血 我们正在调查中 是跳下来还是掉下来 跳下来就是自杀 掉下来呢 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自己一不留神掉下来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人 推下来 那就是他傻 目前自杀的证据比较足 有人目睹他 他是掉下来的 局长 我要求对整个大饭店进行封锁调查 好吧 马上行动 走 对不起 等一下 你是电影演员凤仁美 是 怎么了 你也住这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情况都没有 我是第一个进来的 我们来的时候门是训言着的 注意收集证据 好 师傅 发现一边安眠药 情况怎么样了 正在进行调查 这个大明星为什么要住在这呢 他有自己的华原洋房 有自己的家 这你们可能就不清楚了 这是上海滩 上海滩的许多社会名流 名门旺族 还有当朝政要 都习惯包租这个饭店的房间 上海滩当红的女明星 格星 著名的舞女 也都是这个系列 女人们嘛 靠的是男人 而有权势的男人 为他们包租好的大饭店 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 这可是上海滩顶级的大饭店啊 不是一般人能暴住的情感 局长 又发现大莲安眠药 安眠药 很明显啊 又是一起自杀 你们说这电影明星都当得好好的 为什么非要自杀呢 这也怪了啊 这上海滩的明星自杀成风啊 你们看 经我手上这已经第三起了 前年是那个叫爱霞的明星 去年是阮明玉 今年是民国二十六年 是这个李孟露 曾天 你是我的徒弟 经你手的案子已经上千个 说说你的想法 房间的门是虚掩着的 阳台的门确实是打开的 房间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安眠药 又没有搏斗的成绩 从现场看的确是自杀 这似乎也符合明星厌世 或者是人言可味而造成的习惯性自杀 但是 我要说的是但是 我们在李孟露的尸体上 发现他的下身有大量的血迹 这个是非常地奇怪 至少来说我们之前没有碰见过 应该是正常现象吧 你们想啊 从这么高的楼上跳下去下身出血 很正常 我们还是等等法医的鉴定吧 我请求对全楼的住客进行一次全面的登记调查 不行 动静太大了 局长 光就这个门戏眼着来说 一定有人进来 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凶手 至少他看见了李孟露死之前 或者是死之后的情况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地有帮助啊 我觉得 能到这儿来探望李孟露的人 可不是一般人了 什么意思 他一定是个有身份的人 这么高级的大饭店 不是谁想来 就能进得来的 自杀 就是自杀 非常明显 我相信我多年的经验 自杀现场拒绝采访 我是记者 你们 我是记者 小姐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记者 把他帮走 别别别 你听我说 我有线索 真的 我有线索的 你有什么线索 不是现在这些记者都疯了 什么话都敢说 哪来的线索 有什么线索 我告诉你 自杀就是自杀 明星喜欢自杀 自杀也喜欢明星 知道吗 把他干到 我 我真的有线索 你们 你们怎么都不 你是哪家报社的 你好 我是新闻报的 我是过来采访李梦路 死亡事件的 谁让你进来的 我是这个酒店的常客 他们都认识我 就让我进来了 这是我的名片 对不起小姐 我们这儿不接受采访 请您离开 老朝 请他走 好 你们 你们 对不起小姐 您还是先回去吧 你等一等 你让我跟你们探长 说几句话 对不起 我们探长您说了 现在不接受采访 您还是先回去吧 这是我大学毕业第一次采访 第一次采访就被你们赶走了 一点面子都不给吗 喂 哎 哎 你们 你们怎么都不 卖报卖报 上海担第一名信李萌路 主任跳楼自杀 市场 换颜命搏 卖报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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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混沌混沌地睡了 卖报卖报 没有婚姻 没有孩子 只有永恒的美丽 全年上海择 最后一句话 太阳灿烂灿烂的升起来 我要混沌混沌地睡了 来 买张报纸 才永远睡着了的李萌路 卖报卖报卖报 卖报卖报 卖报卖报 没有婚姻 没有孩子 有永恒的美丽 结论已经出来了 是自杀 賣報 賣報 兵案必破 是我們偵探的天職 對不起 我有事情 那不行 我 我的包場時間還沒到 我退錢給你 湘天 是你呀 知道嗎 你忘了我死了 我看報紙了 太可惜了 你是為她的事來的 之前你跟我提到過她 你覺得像李茫露這樣 如日中天的人 會自傷嗎 你懷疑是她傻 李茫露是她舅舅 把她從青島帶到上海的 她一到上海 就進了大都會辦的舞蹈學校 她的悟性很好 很快學會了各種交際舞 然後就領了舞女的營業執照 她很純潔 從來不和舞科出去玩 跳了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有一個叫 劉孝榮的電影編導 到大都會的實景拍一場戲 是她發現了李茫露 劉孝榮 一個電影編導 對 就是這個叫劉孝榮的 叫李茫露去明星劇社和電影場 去當演員的 然後李茫露就離開大都會了 在她離開大都會 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出名了 然後就有了上海灘 最豪華的擺了門舞廳 我就轉到擺了門舞廳了 那之後 你們倆有沒有見過面呢 見過幾次 不過都是在交際場所 交際場所 什麼地方 上海灘基雄大亨的私人派對上 或者是 十里洋場闊少爺們辦的舞會上 我和李茫露沒有什麼深交 但是我能感覺到 她很反感當舞女這段歷史 當然了 當電影明星不知道 要比當舞女風光多少倍呢 不像我們 天天被各種男人搂搂抱抱吃豆腐 當電影明星就是做人上人 我們雖然也賺錢 但賺的是舞技和身體的錢 李茫露在上海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情景 他有一個舅舅 好像是得傷寒死的 那他有沒有什麼兄弟姐妹呢 他有沒有什麼兄弟姐妹呢 他有沒有什麼兄弟姐妹呢 今天 今天的報紙 師父 局長剛打來電話 讓你去到辦公室一趟 知道了 你去到辦公室一趟 有沒有什麼兄弟姐妹呢 你去到辦公室一趟 他有沒有什麼兄弟姐妹呢 你去到辦公室一趟 我去到辦公室一趟 你去到辦公室的忙 学长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整夜 我觉得李懵怒的死 有疑点 这个疑点之一呢 就是那个虚眼的门 门为什么是虚眼的 难道李懵怒是在等什么人 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的这个人 和李懵怒的死 有什么关系 你想想 一个万人瞩目 光芒似射的女人 难道就这么轻易地 放弃自己的生命吗 我觉得这个案子里面 还有案子 一定要查下去 李懵怒的下身出现了 我怀疑 他是不是生前有了我生育 之前我们查过的 类似的案子 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 这是第一回 所以 我在想 天天晚上你说的话 不正确 摔下去 并不一定就是说 他会蹊跷流血啊 那你说说 你准备怎么查 首先第一点 我想亲自查一查李懵怒是否怀孕 我要求对李懵怒的尸体进行解剖 不行 绝对不行 尸体 尸体 那一个美丽的女人已经死了 你还不让她得到安生啊 如果没怀孕怎么办 你怎么向她的家人 还有她的影迷们交代啊 她的影迷 说不定会把我们警局砸个稀罢了 我不能冒这么大的险 上海的局势现在很微妙 国家的形势也很微妙 不能再惹事端了 既然解剖要冒这么大的险 那么我们还是要查一查她之前 有没有看过医生吧 这个可以查 第二件事情 从她的周边关系开始 对她身边的所有的人进行一次排查 尤其是近几年和她接触过 尤其是和她有特殊关系的人 更是要查一查 第三件事情 李懵怒死亡的现场白老回大饭店 我们要反复地勘查 对所有住过大饭店 尤其是近期住过大饭店的人 我需要一份名单 三天 我给你提个醒 李懵怒身后的人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 什么意思 前段时间被枪毙的那个赵国璋 吃官司之前是江苏省政府副主席 兼财政厅长 他挪用了江苏财政的钱 包养了李懵怒 在李懵怒身上 花费高达十五万为金之多 后来被南京方面查账发现 李懵怒 李懵怒身后的水有多深 李懵怒身后的水有多深 哎呀三天啊 你干了这么多年的探长 怎么还是那股的成劲啊 好吧 你可以查 谁让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呢 不过 你必须得听我的 我先给你定一个调子 这个案子可大可小 这是第一 第二 有什么任何线索必须及时向我汇报 不得已买 你还年轻 不怕砸了自己的饭碗 我得靠这个饭碗养活我的一家老小啊 知不知道 我明白 李懵怒你听说过吗 大明星谁不知道 他有没有来你的院看过病 没有见过 大明星李懵怒你见过吗 没见过但我看过他的电影 你知道李懵怒在你们这住了多长时间 有两个多月了 那都有些什么样的人常常来找他 他是个大明星 很忙 找他的人也很多 再说 他的交际很广 很多事情 我们确实说不清楚啊 李懵怒可是大明星啊 真是死得太可惜了 那么年轻漂亮 他怎么就跳楼了呢 他以前还来我们医院常来看病 出事前的一个礼拜 他还来过我们医院 戴个墨镜 包个大头巾 我是在门城走廊看到他的 我知道 你知道李懵怒去哪个科室了吗 不知道 懵怒 我要写一个剧本 要写你的死 你的死和斗鹅一样 是天堂的冤枉 我要让你的灵魂安宁 我要用剧本为你招雪 要让人知道 你是不是自杀 我知道你的理想 我知道你对生命的渴望 你是不会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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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过来一下 你是谁 您刚才自言自语在说些什么 我在悼念我的朋友 您是个编导 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提到剧本这个字了 你叫什么名字 本人刘孝荣 您就是刘孝荣 李孟璐就是您推荐她到电影圈的吧 当初你在大都会拍戏 是的 我发现了她 本人已经为李孟璐编导了五部电影 还为她写了两部舞台剧本 现在 我要为她写最后一个舞台剧本了 她却不能参加我们的演出了 您很了解她 岂止是了解 那你们的关系很深 李孟璐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太阳灿烂灿烂的升起 我要混沌混沌的睡了 我要睡了 回去睡觉 痛苦的觉 你喝酒了 什么太阳升起啊 什么睡觉 你要喝谁睡觉 你永远不能理解 你永远不能理解 等会儿 你刚才说的话 报纸上刊登过 是李孟璐最后说的话吗 你在什么地方听见呢 你是个侦探 可你有什么用 没用 你叫我等会儿 我没有违法 你也没有证据 我要睡了 我要混沌混沌的睡 你站住 我要睡 你站住 你站住 我睡 你站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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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母女拉扯着 正好被我碰见 咱们俩见过两面 还有一次 也是在白拉门 看样子罗探长也是 长期白拉门的 是我去过 因为我是个单身 也是个舞迷 李某路是常常来我们医院看病 他来找过我 看过皮肤科 李某路死前一个礼拜 有人目睹他到你们医院来看病 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没有 听说过 我看见他 是迎接过来的 他从我身边走过 然后就从这里一拐弯不见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倩倩 你确定你看见的就是李某路 探长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看错的 即可检查医院所有的医疗登记 李某路四个月前来过 试看咳嗽 肺部略有感染 这里还有 李某路六个月前来过 试看发烧 身体温度偏高 都是内科 还有一年前 李某路来看过病 是腹泻 上面记录李某路吃了不节之物 李某路看的还是内科呀 接着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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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有没有看见有位女孩在里面 这女厕所里当然有女人了 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警察 麻烦你放个网 看看里面还没有人 行 两个月 不好意思 里面没有人 李孟露还躺在这儿呢 那刚才你在医院看见的女孩子是谁啊 老汪 我想对李孟露的尸体 进行解剖 解剖李孟露的尸体 有没有局长的批准呢 帮个忙 行个方便 李孟露可不是普通人呐 这可是天大的事情 如果没有局长的命令 你就是借我十个胆 我也不敢三自解剖啊 李孟露的尸体 什么时候转移到殡仪馆啊 按照我们局里的规定 要一个礼拜以后 一个礼拜前 李孟露到基人医院看病的事 看来站不住 是不是那个叫王倩倩的女护士 看错人了 和李孟露认识的医生我们都查了 都说没有见过李孟露 张颖 咱们去李孟露家 怎么了 李孟露的家里面 一定有他一个礼拜看病的病例 找不到那个病人 我们就能证明 他是否在怀疑呢 进而进一步加大 他不是自杀的可能性 他不是自杀的 可以 他不是自杀的 你怎么说 我这不过 他看 来 窗台下有脚印 赶紧打电话给距离 即刻派人来 是 报告楼探长 屋子搜了个遍 没有发现李梦露的病例 也没有任何李梦露怀孕的证据 李梦露屋子里所有的东西 我们已经登记在册 进屋的那个脚印取证了没有 取证了 窗台上 客厅里 包括楼梯 卧室及厨房 全部取证 以这里为中心 方圆三公里进行全面的搜索 要注意这段的拐脚以及垃圾箱 特别要注意被扔棋的纸靴 和被扔棋的婴儿用品 行动 是 行动 尸兰 师傅 师傅 你打了什么了 我看 这是什么 像是一样人的固查 报告罗队长 发现一个婴儿的小背心 是在衣服里外的垃圾箱里找到的 这是在垃圾箱里找到的 这是在邻居家的门口找到的 这是一套衣服 这就说明了李朦胧的死 不是那么简单